台开问题,根据基辛格,以前美国的国务卿,现在都99岁,早点人税 都很多东西说,中美俄就处于这个战争的边缘,频临开战 我心想不是这么快要打仗,要不要买股票,银行就拿回钱 然后就好像林郑那样,全屋都是现金,准备他要走路 他走得去哪,如果中美俄都要打仗 那为什么他基辛格会这样说,他说美国放弃了传统外交路线 只顾着要改变人家国家,要谴责人家,要架化人家 不像以前那样,深入了解人家 我心想以前那些,什么深入了解,你基辛格又改变了什么呢 我想请问,好了,又说到什么,就是中美俄频临开战 说真的,你说乌克兰俄罗斯那边,不弱和俄罗斯都不会开战 要开战一早就弄了港飞区,是不是 第二,如果这边台海现在要开战 沉嘴佩洛西嫁机,机威人王,不许胡锡准被人笑到面王 又说机威人王,连解放军军几叛飞都没有 贫临开战,这些都是叫做乱套就当秘级,就是基辛格 不过这个亲华、亲俄人士,有这些说话都不出奇 就是说叫你美国政府,总之不要刺激俄罗斯 不要刺激中国,要配合他们,做他们的契弟 好了,说一下现在台海的情况 现在常态化,周不时,佩洛西离开完之后 一个礼拜,突然间又有五名美国国会议员 在马基带领之下,两党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有 两院的众议院参议院仍然都有 八月底又说要来,十月又说德国的团队 十一月又可能简达,前NBA中锋,带上其他美国国会议员又去 其实都是常态化,以前美国军机不会停泊在台湾 自从上年停泊过,议员都来过两次 最少上年年尾根本是四月,蓬佩奥这三四月之间又来过 这些只要越来越频繁 欧洲议会副议长,捷克的国会团队又去过,立陶宛那些又去过 基本上现在你可以军演得多少次呢 每次又射到导弹,每次又包围台湾岛一早说没可能得消钱 结果今次马基五名议员去,有没有好像梁振英说 有做这个围堵演习,有没有再射东风的导弹,当然没有 纪二十上次都没有出,山东号、辽宁号都没有很大的出动 最多是军机、军舰在越国台海中线游来游去飞来飞来就是这样 但这一两年都有做,即是梁振英吹嘴不抹嘴,完全不懂时角 胡锡进就说,现在坚持什么路线呢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即是什么意思呢 简法叫做,假扮看不到,他去了台湾,我们不知看不到 不知我不理,见不到好像陈八祥他那样 为什么呢,不要让他们影响到,挑衅到我们的步伐 总之胡锡进说法,我们作成大棋 每部棋是根据我们的接受,不要让他带风向 迟早要赢的都我们,迟早即是什么时候 十年后,二年后,三十年后,五百年后,不知道 可能五百年后,孙不空都离开了五次山都还没办 总之不要被美国打你报伐 他去那些访问台湾都改变不了什么 最多现在双方就互相形式主义,形态化 我这边打罪炮,这个就多些政客过来,去台湾有见蔡英文有见这个那个 最多有时我制裁一下这个,制裁佩洛西,制裁立陶苑官员,制裁肖美琴 最多都是这样,会变成常态化,军演在解放军军军战区 那边就最多军演,肯定在台湾对面,军演又变成常态化 当然不会大规模,因为太大规模真是烧钱的,还有他不怕擦枪走火 列根浩又或者再次南下,去到台北以东的海域 大陆的智库就说他又为了被台风,未必真是因为局势问题 这边拜登政府都会做的,等你完成军演,那些军艦才穿越台海 或者就是,议员去就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官员都没说要去 但如果迟早有一天,譬如柏林肯,苏李文,甚至何锦丽,拜登老婆 要去的话,除非会去到这样的情况,即是美国国务卿 或者副总统拜登老婆去,先会有新的很大的局势再恶化 否则会维持现在这样的局面,你说拜登会不会去呢 拜登连乌克兰都没去,台湾他就未必会去 就算他会去,可能初初先找他老婆,Jill 或者就找布林肯,或者何锦丽,再试试水温 不过这些人都相信,这一两个月都不会发生 现在习近平根据《华尔街日报》就报导 都不见中国外交部是有反驳的 在跟拜登聊天时就说了,一定我们会有严重的后果给你 不过就不会开战,即是不会失控的 总之现在所有在剧本之内,红线之下 台湾局势就变成这样 因为阴满的局面,即是等于金门炮战 初初由五三年毛泽东宣布五四年,曾经九月就 去到夏天的时候八九月等等,就说要跑击金门 五四年就出现了,然后五五年,江山岛战役等等 然后五百年再次跑击金门,成为金门炮战 但后来就变了,由初初那一个月,射了几十万五十万的弹 去到后来常态化,然后隔日去射导弹 变了开吏炮这样做仪式他这样的款 其实现在都类似像当年他这样,五十年代很严重的时候 说你蔣介石和艾森豪总统,双方就,即是你未来眼去又签署条约 即使下台都说要访问台湾,这样令到局势恶化了 但后来六十年代的东西已经习惯了,那些金门炮战 你便射了,已经见惯了,现在台海局势也是这样的 经过了五十年代,九五九六年,这两次比较尖锐些 今次佩洛西事件之后,就会变回一个长时间 叫做仪式化,形式化,你有你去访问,他有他打嘴炮做一些军演就是这样 你说其实有两个方法都搞得通的,方式第一,我要打台海战争 在二十大之前去立威,要分高位积,但如果这件事要辰早做了 他计算来计算,就算到现在,现在都不是时候 这些时候是时候不知,可能一百年后都未必是 总之这些计算就不是时候,最多继续大家看着这些东西 然后在这些方面去打嘴炮,就是这样的 总之在二十大之前,你说要立威可以这种说法 第二个说法就是要稳定一点,一打你就会随时输 或者不输对经济影响都很大,又是对于你可不可以继续连任 或者在这换价又会带来很多未知数 所以不如以不变,应万变,一动就不如一静,不要打 其实怎样说都对,不过你问我,我自己看 第一,现在经济的问题,你美国中国这么多贸易 还有很多一带一路兄弟,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曼加拉 现在都有经济危机,你跟美国这么多贸易 你这么多中国商品是需要运去美国 中国现在要靠很多外资跟你继续合作去刺激经济 有什么可能现在要打仗,然后就要赶走外资 或者吓到外资不敢来,或者因为未知数 那外资暂停在中国做生意,你只看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你只看到有很多这些事,它宁愿专心跟你搞那些 什么晶片战半导体战争,即那些高科技的建筑 为现在美国那些晶片法案,14纳米以下有些不卖给你 你16-28纳米你还买到,向南航那些还买到 弄到手提电脑,弄到手提电话,但高科技战争 是关乎7纳米,3纳米,2纳米的发展 再加上那些半导体软件很多都不卖给你的时候 你是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在这方面去研究 一定是多过你说要搞什么台海战争,即那些 你以为平时他唱歌,或者拍片,田径华 解法军主书,很快很劲,这些就会做 真是打,当然不会,你不打,别人会说你自己老虎 不要紧,就军演,拍片,唱歌,这些片越拍就越劲 在宣誓,总之你侵犯我国领土,或者虽怨必诛 做好多这些口号,然后叫艺人表态,拍片等等 艺人真烦,我想问李创新,佩洛西走了整个星期才拍片 现在又有美国议员,他来了,是不是再拍片 什么时候把你英文名就改成中文,因为是你说的 老外,即外国人在中国就要讲中文 那你为何你的女儿叫Lucy呢,应该叫她做老西 叫你老西,那就对了,你创新叫什么Sam呢 你的品牌为何在中国做生意,用英文名的呢 其实艺人又烦了,我平时要赚钱 吃猪粮,伴母做KDFA都算了,我有钱赚 好过留在香港的市场赚很多 但是突然间要表态这样那样,很忙 生日不是五日五又要转发这样,转发那样 如果不是就变成了盐亚伦蔡伊林就被人去追击 所以现在在这些市场都会越见越频密 一定会是这样的,外国的政要去访问台湾会越来越频密 军演会更加频密,要求你艺人去表态都更加频密 即使不要求,为了不激怒小粉红,他自己都会表态